嗨 大家好 現在早上8點37分 4月25日 總之星期29日 星期一 趙頭中 有個阿晨說過 很喜歡看你們有名的課題 如果您不理解太多 報紙來看讀錯 如果您不理解太多 您不理解太多 所以最複雜的事是 要解太多説 才有很多時學 上了很多課 才會回來解釋 做生意又好 看報仇又好 希望簡單點跟你解釋 後面這間店 元朗冰室就賣了1.3億 幾日前的報道 我們看看幾片資料 1.3億的時候 就看著後面元朗的報道 這一段的時候 老實說 誰有鄧清河又好 阿明聽的時候 星鄧的家庭 因為雲安丟出來 他們很高興 但老實說這一段的尼敦度 就比較弱點 這裡比較弱點 這個比較弱點 因為可能我哥哥開過一間 家人 康業的時候 曾經在開一間 甜品店 去問我的時候 當初問我可不可以在開 我就說千萬不要在開 因為這個位置是比較丟腳 就是一個 林中堂裡面的其中一個弱點的位置 後來倒閉了 沒辦法 這個元朗冰室 但這個位置有稍微好一點 就是這樣 店舖就是這樣 欠幾間店舖就是 欠好很多 但這裡就欠了兩間店舖 好 我說這個元朗冰室 先看看基本資料 這個元朗冰室的時候 目覆是29呎 目覆是基本資料 目覆是724號 來到726號 2994呎 就是這個建築面積 之後那個調價不知幾 神交1.3億 32萬元的租金 32萬元的租金 大概一個冰室 什麼都厲害 大概兩成租金 一個月都要做到 大約850萬元的租金 所以這裡租期就到了2023年 在這裡跟我們轉那邊 給你們看看環境 這裡是1.35億手 看到我讀書的新聞給你們聽 全部報道都有報道 報紙就收到工 這裡的時候 回報2.84厘 上上舖10年前 公司去買入 那個董事 為銅鑼的徵犯人士 就是這樣 給你得知這間裡面 你看看 現在都OK了 之後有8本禮宗 很多人坐在裡面 就離敦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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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叫一般來說 先看一整棟大廈 一般來說 你都知道 彌敦道的話 最值錢 這一節就跳腳一點 因為這個已經貼向拔街的方向 沒那麼值錢 但如果一過旁邊的旺角度 那邊你看到周大福 周生生 陸福 全部村寶中標都是那邊 所以最值錢的話 如果在彌敦道裡面 過了旺角度在那邊的方向 而去到山東街市郵街那邊 值錢很多 這一間店舖不至於百多二百萬 即是最值錢那段 但現在這個位置會較弱一點 Anyway 這個位置都大大間 尼針道 30萬 租金 1.3 5億 超三里回報 這個位置算不錯 如果是元朗冰室 又出名 人質不錯,上午6時半做到凌晨3時 代表有客人才做生 恭喜大家,不懂得給分,這件好東西 難得你都做,恭喜大家